持續帶領關心 疫情指揮中心再次宣布 臺灣零確診已經連續52天沒有本土案例 我相關的禁令提醒大家依舊不能鬆懈 包括呢 看到勤洗手 消毒 還有代溝照的好習慣 那麼談到的是關鍵的疫苗藥物的進度 目前全臺灣五個單位病情是共同的研發 那麼現在呢 最快年底要進行人體實驗 那我們今天人沒有新增的病例 再度維持零確診連續52天本土沒有案例 也讓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坦言 臺灣社區相對安全 但想要完全安心 還得仰賴疫苗藥物開發 國衛院 中研院還有三家生技業者全臺五單位共同併進疫苗研發 有望在年底前進入人體試驗 希望能加速上市時間 如果順利最快明年四月有機會量產 數量可達到一百萬劑 不過眼你醫護長者優先 年底要做出一百萬劑的疫苗 那是會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不見得會採用 那當然要看看它的保護力 跟它的安全性 到底到怎麼樣的情況 儘管疫苗進度不上軌道 但動物實驗甚至臨床一期二期 要完全成功 還得再等等 臺灣開始邁入防疫新生活 穩住疫情 不過日本首波邊境開放 卻不見我國列路 至於各國逐漸解封 臺灣跟進開放 有待評估 尤其無臺灣籍的陸配子女回胎 時辰 還得和陸委會相關單位 綜合討論 仔細評估 畢竟疫苗藥物還沒出爐 就怕疫情再度爆發 相關的防護措施依舊少不得 記者黃志祺 黃家衛 SNG小組 臺北 曾峰報導